大家好 我是蘇惟欽 我是香港冰冰球全職運動員 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參加過一個課程 可以穿太空人的衣服拍照 還有可以製作火箭或者接飛機 我記得我上完課程就覺得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在玩具飯堂裡吃了一些望遠鏡 一些白科傳說 即是跟天文有關的書去看 小時候就覺得這方面很有趣 15歲轉全職 隔了九年後才重返校園 所以其實感覺很開心 在我15歲轉全職後 一直都覺得沒有上學是一個遺憾 今天我隔了這麼久 可以重拾這件事 我覺得很幸運 這個校園生活給我的感覺 令到我非常享受 我上了家 例如採用了數學科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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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挑戰性的點 就是它比我想像中 教得快很多 一個學期教了600頁 你知道我中學的印象 可能你說兩個星期教了課 所以現在是一天一課 我們出國之後 它會有些課程錄製 上網 我就可以跟隨自己的 行程去看 因為始終 特別是外國有時差 不可能跟隨別人上課的時間 就可以練完波 晚上九點吃完飯 才看課程 另外也有安排 一個YouTube的學生 去做我的教授 我可能每個星期會找他一次 有什麼不明白 問回他 所以這些事情都對我很有幫助 有些同學可以一起上課 然後之後 我們可能也會有工作 所以我們也會討論一些 乒乓波意外的話題 我們12月的時候 其實下完決賽 都參加了SA 即學生博士博士 那裡其實很多運動員 所以都會認識到一些 可能自己學校意外的朋友 整個課題裡面 我自己是最喜歡留在圖書館 因為可能圖書館比較安靜 還有堂與堂之間 要等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地方 靜點地坐下來 去學問一下書 和做一下功課 SAAS這個行程 給運動員 是可以拖牆 去到八年 去完成這個學位 因為自己 可能手的傷患 這些都是未知數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有一天 我的手好回來 我也是想 那個學期將 多一次運動員 放在打球 然後可能收少一些 這些都是不確定性 所以都是根據當下的情況 而去決定 究竟讀得多少 所以我對於 或幾一年完成的學位 就沒有這麼清晰的目標 我接下來都會打一些大專的比賽 週末會有些比賽 就可以跟科大的校隊一起出戰 我覺得這種體驗 都是跟平時不一樣的 跟代表香港 都是一個挺特別的經驗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員 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因為我們又可以感受到 作為運動員的一種激情 校園生活和一些學術上的追求 我們又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很豐富 然後在兩邊不同範疇 得到的體會 亦都可以互相彌補 雖然會很難 因為做事比別人多 還有過程可能很辛苦 或者有些挫敗 甚至有時會覺得自己 兩頭不到我 但我覺得最後繼續做下去 無論最後成功與否 自己一定會有很多得著 所以大家要加油